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 尊敬的佩雷辛议长 川中医院的议长 尊敬的国务卿蓬佩奥 尊敬的各位台湾乡亲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今天在这里 我代表中华民主共和党主席 以主席的身份 另外呢 以中华民国台湾省人的身份 在这里做一个严重的声明 声明呢 就是针对目前这个 美国现在出现的疫情 还有台海的局势 以及呢 未来这个 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和我对这个美国2020年这个 这个 呃 助选特朗普总统联任 和联任以后的 美国的建设方针 提出我的一下 以下的观点 和 呃 和那个战争 那个 呃 和那个战争 那个战争 那个战争 这个台海战争的一个 呃 一个警告吧 呃 声明吧 提醒吧 呃 告诉啊 嗯 呃 嗯 大巴虎地区最高的楼房 东西南北近在眼底 视野开阔,一望无边 路上人际稀少 车水马龙,看不见处于奉承的状态 这是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世界大战 我来美国整整13年了 第一次关在自己家里这么长时间 而且每一次去下面取信 见到一个人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戴上口罩 因为这是防止传播新冠病毒的需要 我们必须这样做 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 这是一个政府的命令 我们作为美国的新移民 我们要遵守政府的法令 这个Garry Sport 还有蒙哥那里康体 他们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居家令 我们不遵守 我们去违反这个政府的命令 我们这样子就不具备这个不是合法的 合法守法的公民 所以说呢 特别是从总统到这个综维党 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法令就是法令 法令就是要让老百姓遵守 那么总统也好 那个官员也好 政府也好 以身作则 只率以正 谁敢不正 所以说我们希望 美国的共和党领导 民主党领导 应该服从地方的 因为你在美国 在这个地方 服从这个大局 遵守 不要破坏这个政府的命令 如果这样子呢 中央政府 联邦政府 打乱了地方政府的一个 打乱了地方政府的政策的话 就会给地方造成混乱 这对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团结 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有责任挑战特朗普总统 挑战所有违反禁令的这个官员和民众 我们应该支持各个联邦 各个州的政府的一个禁令 因为这个符合符合疫情的发展 也符合这个需要 这是第一个要说出的事实 我作为中华民主 中华民主共和党主席 中国台湾 台湾省二十八时代 在台湾东东京出生的 中华民国台湾省人 台湾省人 注意这个省是台湾省provinc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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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有一个理论 我一生有一个理念 就是立心求真 Evergint is true 就是要讲真话 大爱无疆 对于恶意造谣中伤 或者是对待这个这个 对待对待自己 中华人采取那种表达恶意的 恶意的误解和甩锅 我从来都就是最好的回应 就应该是堂堂正正 说出事实 讲真话 这就是说 作为华盛顿人 在美国的最高处 发出支持特朗普总统 年代2020年 要讲真话 要讲大国的责任 我们支持特朗普 年代就是要支持特朗普 要敢讲真话 自己错了也要敢承担错误 承担责任 讲大国的责任 承担总统的责任 这是法律的要求 担当 我们相信特朗普总统 有这样的担当的气度和循环 2020年新年一时 全世界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病毒对人类发出的战争 这些 既是这种人传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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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新冠病毒呢 是在武汉 是在武汉 刚才还没开机 现在啊 最先呢 2020年 新年一时 全世界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 对人类发起的战争 啊 最先既是 这个 这个 既是人传人的 这种 这种这个 呃 传播方式呢 是在武汉 这是一场 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遭遇战 武汉出现了恐慌 啊 接着 正面人 面临着 春节返乡的 这种 啊 回家的这种高峰 出现了 文 文 文封丧胆啊 文神色变 啊 这种混乱 有了 因为有了 那个 非典经验考验的中国人 这个时候意识到 啊 这是一场 人类和 细菌的 不可抗拒的力量的 传染病的严重性 于是说 果断的采取了 封城 封城之举啊 对局部的 以局部的牺牲 换取更大的隔离 和 和更多人的安全 啊 生命和健康的安全 对此 在台湾的 蔡英文 当局 反应 非常及时 马上就 就采取了断行 啊 就说 采取了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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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接着美国 啊 特朗普总统也宣布 啊 期待和中国这个 这个断行 啊 期待到中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种那个人 人员交流啊 啊 防止这个中国病毒啊 就是提出来 防止把这个定义 定义为中国病毒 传入美国 武汉病毒啊 啊 把这个这个 所以呢 这个一种 一种种族歧视啊 啊 这一种色彩的 这一种 啊 一一一一一种 那个什么 还发生一种 啊 幸灾乐祸的一种 一种声音 希望呢 啊 那个那个 由于中国的疫情呢 能够一些企业呢 其 美国的企业呢 能够回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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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投资啊 啊 这个 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人民呢 展示出了 他的善良 镇定 慢动一心 一方有难 八方资源的一种 刚毅 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十天可以建设医生 啊 火山山医院啊 各省市 派出及时派出自己的 最好的医疗队 奔赴武汉啊 啊 这个 抢救这个 这个 抢救这个 或病患者 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人啊 这就是 啊 武汉精神 武汉抗议的精神 而这段时间 美国 关心的是 选情和股票啊 所以呢 美国人民呢 啊 美国人民呢 美国人民呢 在这个时候忽略了 轻视了 轻敌了 认为美国不会发生 这种呢 啊 新冠病毒 所以呢 啊 造成了今天 这个这个 这个耽误啊 这个这个 就是在这个准备上的措所不及 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啊 而且 现在呢 现在仍然很多人对这个 政府的采取这个行动呢 不理解 啊 不理解 然后呢 就产生了底座 包括封城措施的 要反抗 拿着武器 在街头上 采取那个 呃 所以这是我们 美国是一种联邦制国家 啊 联邦制呢 就中央呢 有中央的 有对外的权利 对内的话 就要尊重各个州啊 啊 各个州各个省 各个州的镇utes 各国都会做出的 各州的 cardiac 而俊的市民应该给国家的一个负责任的提醒 希望总统先生放下架子来 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听听美国人民的声音 听听科学的声音 因为从现在各个国家 不仅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 欧洲也好 大家都行之有效的封城 封城就是居家令 在家里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感染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科学 尊重人民 尊重事实 我们要敢于讲真话 所以说敢于挑战总统 挑战政府 这个就是我们拜登说的一句话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 像在美国这个地方 才能够有创新 还有有敢于这种挑战 另外呢 尽管现在美国一些少数人 包括我们的总统 不断的甩锅和推卸责任 不断的给中国呀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呢 提出一些 让它赔偿的一些受求 但是呢 我们要想到美国当年呢 那个 那个 股灾 防灾 两难形地的时候 还有金融危机 美国带给全世界的灾难 各个国家有没有向美国来索赔啊 美国有没有担当起这个赔偿的责任呢 所以不要以大其小 以强凌弱 这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大家都是平等的 应该 不应该有这样的形象 给留给 就是把美国的形象 把美国的形象呢 原来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从联合国 联合国成立1945年以来 全世界都看着美国呢 是一个 是一个超级大国 另外呢 有大国的担当 这种呢 担当不起来一个责任呢 就感觉到 我们这个群龙无首 这个社会的 这个世界 失去的秩序 就会出现混乱 比如说 再把联合国搞砸了 再把不承认联合国 社会组织的这个领导 不承认联合国这个组织的一个活动 那整个联合国秩序就没有了 联合国秩序就没有了 这个世界的秩序就重新就打乱了 所以说呢 在困难面前 我们要镇定 因为困难是暂时的 困难过去之后 大家还要维持这个秩序 现在的封城的秩序 秩序呢 是临时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 配合这种 应对战争 应对这个世界大战 应对这个全世界的抗议 这个斗争 我们采取一些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是完全合理的 困难见真情啊 大家有比较呢 就能有鉴别 同时呢 也能看出 在困难当中呢 哪个国家 哪些人做出的大爱 和奉献 我们也不会忘记 那些虚伪的 有些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虚伪的 别具用心的人 具心险恶的人 比如说蔡英文和台湾地区 这个就采取两种 两种截然不同的 这个方式 对待中国这个大陆 就采取了一种歧视 造谣 诽谤 污蔑 攻击 以亿谋独 以亿抗读 以亿抗中 以这个疫情啊 以这个防止疫情做借口 要托 要借口呢 想混水摸衣 想那个 混进一个联合国 世卫组织 联合国作为联合国一个组织 它是一个国家的 是一个国家主体 为单位的一个成员 会员国的 台湾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台湾这个政府呢 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是个民间代表 这个定位是在呢 后面我们下一步紧接着说 这个是蔡英文政府 就组织网军来攻击联合国组织 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并且造谣污蔑 给自己 明明自己是 这个从大陆来拿到的一些资料来 结果呢 把大陆的资料来谎暴军情 人传人 结果弄成个飞驴飞马的东西 这个就是滑动取宠啊 污名调狱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湾这个 这个陈时中啊 这种丑恶 另外呢 这个围剿大陆 这个美国的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围剿大陆 围剿中国这个 这个围剿大陆 这个是中国 中国疫情 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都是一种 带有歧视性的 暴力的 很粗暴的一个态度 很 这个 另外呢 这个蔡英文呢 就借这个东西呢 叫胡驾补卫呀 胡驾补卫是什么呢 他说 你看我多厉害 跟在美 所以呢 把一个小 一个 一个台湾地区 就可以挑战 整个 整个 整个大中国 站在 这个 反对中国 抗击中国 这个 第一线 而 美国的 张拉姆总统 和 彭斯总统呢 因为 某些利益的想法 和他 反中和 这个利益的想法 不毛而合 所以呢 就落入了 蔡英文 这个 蔡英文 这个囚徒陷阱的 陷阱 落入了他的圈套 一亿谋独 一亿抗中 这个圈套 所以呢 我们提醒 美国共和党 美国民主党 不要上了 台湾 蔡英文的 大 把美国人民的利益 把他绑架在 蔡英文 这一小撮 台独和 独台 港独 这些一小撮 人的利益 反中的人的利益上 使美国人民 和 误导美国人民 误导世界 舆论 这个东西 实践时将来会检验 这些 检验这些 你们的所作所为 今天所作所为的 唯一标准 中国有个故事 叫做 子系中山狼 德智便猖狂 这个台湾的蔡英文呢 就是我们 中国人说的 中山狼 中山狼 这是一个故事 就是 也是个语言 就是说呢 这个呢 有一个 有一个 善良的 一个叫做 赵剑子的人 在中山打猎 他有一只狼呢 正在被别人手里 围堵的时候呢 他装得很可怜 然后请求 这个 打猎的猎人呢 要保护他 这个猎人呢 就是姓赵 叫赵剑子 然后呢 就把他保护起来了 人家 追赶他的人 杀他的人 就 就 就 转移视线了 但是那些人走了以后 危险过去以后呢 这个狼露出了 他的 汪恩福义的 面目 他就要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 赵这个猎人 姓赵的猎人 这个典故呢 就是说 我们绝不要可怜 蛇一样 豺狼一样的 一个 坏人 就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农夫以蛇的故事 这个 天很冷的说 那个 这个蛇冻僵了 然后呢 有个农夫呢 就把他的蛇呢 啊 踩在怀里 当他 当那个蛇 暖和 就是 苏醒过来的时候呢 他反过来 要咬了这个 咬了这个 这个 农夫一口 农夫在临死的时候说呢 他很后悔 他救了这个 毒蛇 我们希望美国 美国总统啊 要认清 这个 这个 这个蔡英文 这种 毒蛇的 真面目 要认清 蔡英文这种 光纯服役这种 财狼那种 真面目 因为他对待 对待 对待族人 对待 赖清德也好 对待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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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商在大陆的 投资商人也好 对待他的 政敌 这个 马云九也好 对待这个 台湾 这个 主张统一的人也好 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说 他就是一个 一个化成美女的蛇 是一个 新肯首都的 中山郎 我们 这是一个故事了 我们希望 从这个故事当中 能够引起 美国人民 和美国政府 美国党 的一些重视 我们今天 以 中华民主共和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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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 提醒美国 人民 美国人民 是伟大的人民 也是聪明的人民 但是 总是有一些 小人 卑鄙的小人 利用这个 美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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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老大 这种 反中的情绪 或者那种心底 心底不平衡 那种情绪 挑动这个 国家与国家 挑动 挑动什么呢 挑动美国与中国的对抗 这个对抗 对谁有利呢 对台湾 独立有利 对台独 在这个 这个台独 实现台独 有利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独立 就是 就是模糊了自己的世界 清醒的头脑 使自己的头脑发生了一些 这个 发生了这个 这个错觉 误判 所以就产生了误判 为什么我们说 一个 一个法制国家 的美国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误判呢 我们以事实来说明 这个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一中政策 就是说明 中国就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国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三个联合公报 就说明这个 台湾关系法呢 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叫做非官方的关系 就承认台湾不是政府 不是官方的机构 是非民 就是台湾 国民党的代表 就是那个蒋介石的代表 不是政府的代表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那时候 布什签订 这个 签订这个 台湾关系法的时候 这个定位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呢 走着走着 把自己定位就搞糊润了 以为他台湾政府 台湾当局 所以呢 蔡英文说什么 说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以为他是 以为他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其实我们上了当了 林肯说 这个蔡英文这样的人 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也可以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这说明什么 因为真理啊 是事实在那摆的呢 我们主张讲真话 到底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东西 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呢 我们在 已经在这个讨论了几天 我希望呢 美国政府 总是有学法律的人 而台湾呢 这个 我们把这个事实的经过 跟大家讲清楚 1945年 这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的总统叫蒋介石 蒋中正 蒋中正这个要参加这个罗斯福 那个邀请他参加联合国现场签字一试 希望他能够有 中国中共的中共代表 中共政权的代表 于是乎有十个人 他组织了 蒋介石 蒋中正就组织了十个人的代表团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的代表 这个决定代代表事实呢 叫做董碧武 参加了联合国的宪章签字一试 中国共产党 解放区 就是毛泽东啊 周恩来这些人呢 委托董碧武呢 来做这件事 董碧武呢 在这个大会上承认说 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的国号 就是代表中国的国家主权 的形象 这一点呢 是历史 这是第一点 就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宪法上的地位 就是 就是中国 我们从英文的注册来说 说的更准确一点 英文的单词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那个 Republic是定语 Republic是共和制 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Republic的词根是 Public Public的就是人民的事业 那么 Republic的事业就不断给人民多做 多做好事 多做善事 多为人民的利益 谋福利 这个叫做共和制 共和制是针对君主制 就皇帝针对皇帝君主是为君主服务的 就共和制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公共事业服务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老板 所以呢 但是 Republic的词根是什么呢 是说明 China的 所以 中华民国 本质是蔡兰 就定语 是中国 这个体制 就结构 是共和国的结构 是共和制 三权分裂 五族 五族 什么 和汉本回藏苗为一国 和汉本回藏苗 朱棣 和汉本回藏苗 各民族为一族 叫中华民族 汉本回藏苗 朱棣 为一帝 叫中华民国 这是领土 这是两个定义 这中华民国的定义 我们先搞清楚 所以蔡兰文讲的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台湾是一个 一个怎么来的呢 台湾是1945年 中华民国根据开罗协议 国际法的协议 征服了日本 日本在无条件 投降的情况下 把日本 原来占有 台湾这个澎湖 还有这个地区 这个土地 还给中国 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中华民国的 接收的大员叫陈诚 所以经过这个历史 就是征服的过程 是中华民国征服台湾的过程 就是这么来的 1945年12月成立 这个10月25日 台湾就回到了中华民国的首席 12月 这个国民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台湾省 这个行政长官正式履行 管理台湾和治理台湾的工作 那么后来 一直到 发生变化的是什么时间呢 发生变化的时间是1971年 这个1949年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是什么呢 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但是当时是由于共产党的这个法律素质 法律修养 这个理论水平还有还不够 包括董必武最高的就是董必武先生 还没有能够认识这个国家的继承 国际法当中的国家这个继承和政府的继承 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就听取了一个叫鸿门大佬 叫斯图美登 就美国的一个爱国的团体 就是大陆的这个志工党 志工党这个叫他的前身 就叫斯图美登 这个主席叫斯图美登 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个 孙中山说 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 毛泽东也很重视华侨 特别是重视在美国的华侨 因为美国在这个法治建设方面 是走在中国前面的 所以呢 那个斯图美登说 我们不能和蒋介石 这个政府民国的时候 那个政府一样 所以就把这个 原来的定义呢 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阔湖简称中华民国 这个简称给去掉了 这个呢 这一去造了很多的麻烦 就制造了麻烦 给中国这个国家的统一 和国家的认同呢 就制造了很多麻烦 存在来的 中国有个这个叫名正言顺 名不正的言不顺 言不顺的事不成 事不成的 心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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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事不成 所以说 这个 1949年成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没有废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没有废除之前 你不能成立另外一个国家 而是推翻了蒋介石的 代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这个时候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这个公司还在 他的总经理换了 所以我们这样的理解呢 他的他的国民公司的民 这个固定资产 还都在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 这是一个 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法律上来讲 这是不同的概念 就有不同的属性 这个属性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是同一个国家概念 同一个中国概念 这个是谁来确定呢 是由法律 由宪法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全国国 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 由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宪章来决定的 所以说后来 我们现在 下一步来说 蔡英文这个 蔡英文这种 自称是法律 法律博士 其实是造假 他的文凭和论文都是造假 从这个论文 这个题目 这个命题的提出 就是个假命题 美命题 就没有一点点博士水准 没有法律的水准 所以蔡英文是个假博士 他原来在台湾丢脸 还不算什么 现在请特朗普总统 请佩利斯议长 请彭佩奥国务卿 请美国国际战略的 这个专家学者 法律专家 法律学者 来鉴定一下 他这个命题 是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 他又说 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概念 是大联合国这个国家概念 但中华民国 不是由台湾来代表的 台湾没有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 蒋介石也没有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 这个是谁给他博弱上 这个代表权是在2758号决议 联合国26届联大 联大会议上有这个是决定代表权的变更 这个代表权的变更 国家的变更是哪一个部门 国家的变更 是会员国的变更 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个程序 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就像你注销一个公司 他就必须要走工商局这个程序 所以你要注销中华民国这个国际国号 注销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主体 就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会之一 所以理事国没有一票就可以否决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没有人争议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也没有人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如果要否定可以提交联合国国际法庭 也可以提交这个属于解释2758号的决议 解释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权力在他 因为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 没有废除 没有取消 没有按照程序 没有取消的程序 所以法国民文规定不得处罚 就是没有权力 蒋介石也没有权力处罚中华民国 谁代表中华民国 因为他没有处罚这个国际法的权力 蒋介石已经 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力已经在2758号决议已经被否决了 就已经取消了他的法能资格 所以说这个定位是很明确的 就等于你这个家里 你从今原来这个家产是你的 后来你被变卖了 你破产了 这个家产已经不是你的了 所以蒋介石就是一个属于破产的旧房东 所以说这个在台湾的人呢 台湾的人呢 就是自上而下 从蒋介石周苏凯 到现在呢 这个后面那个李大为 还有这个这个马英九 陈水扁 还有这个李登辉 包括蒋经国 我对这个中华民国的认识是不到位的 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这个政府不具有 台湾这个政府不具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权力 政府要代表一个国家 需要有世界各国国家的承认 政府的承认和国家的承认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台湾流亡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世界上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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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现在有这个几个十五个小国家 已经这十五个小国家是属于因为既得利益 从他在别个国家没有发言 就是说他的发言和表态 不具有法律效应 你的承认不具有法律效应 法律效应是怎么 要做大会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个是条款 通过了才能生效 没有通过就没有生效 所以呢 没有通过 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有 没有就不存在的东西 你就不能拿来当真的东西 假的东西你把它说成真的 你哪怕是说的是再怎么样的添花乱醉 但假的就是假的 伪装必须剥去 这是我和 所以 所以呢 马英九 在跟我这个通信 我跟马英九 有八年的这个通信来往 我跟陈水扁也有八年的通信来往 陈水扁呢 从2000年 这个 我跟李登辉呢 也有这个啊 李登辉就提出两国论的时候 我就跟他提出李六条 还有国统纲领的时候 我就给他写过信 那时候我在香港 所以呢 李登辉提出同心园那个顾问人 我就提出同心园是 同心通过这个是大园 不是小园 就是包含 就是台湾和那个大陆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李登辉是学农业的 我们就 至于他们其他的是 其他人呢 他是应用一些人来这个造假 李登辉也是造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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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现在他这个名师出高徒啊 那么蔡英文这个就更高了 李登辉是台大毕业 结果围了这一边一国找出根据 那么他也造了很多假 包括319枪毙案 所以呢 这种东西 包括现在台湾人呢 上年不正底梁歪 你大的是窃国 小的呢 就是搞诈骗 商业诈骗 老百姓就搞这个商业诈骗 所以上年不正底梁歪 台湾已经到了 必须变革这个程度了 其实真正的台湾人呢 大多数都是很 很纯朴的 我我我我到台湾看呢 大多数是很纯朴 但是一谈到政治 一谈到利益 唯利是一谈到派别的政治正 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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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马上一另外一个神经啊 另外一个表现呢 就另外一个形象就展示出来了 小就是 就是精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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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毒啊 刻薄这个心态就表现出来了 好 我们再谈这个 好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提出了十一条 台湾反驳蔡英文这个这个 反驳蔡英文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一个我们来讲 为什么不是第一个中华民国从啊 会员是那个 中华民国啊 从来没有退出过啊 作为原始原创会员国从来没有退出过联合国 这是第一个啊 所以至今还在这个联合国二十三条名门名士 第一次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和主权标志 国家主权的这个国家领土完整的一个整个这个形象 依然存在 微然不动 第二点 法无明文规定 不得处罚 没有任何法律 国际法 国际法 没有任何法律 说中华民国 废除了 中华民国 灭亡了 法律上没 你 蒋介石讲没有用 要法律上讲 没有 没有讲中华民国灭亡的这个这个法律 台湾实行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亡 中华民国呢也在联合国也没有亡 中华民国在大陆呢也没有亡 在1982年这个宪法当中 大陆的1982年宪法当中 明文规定 前言明文规定 承认这个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的封建地质 创立了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民国存在 历史 承认 但是说中华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还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 就说明它是还在继续 它的生命还没有停止 这中华人民共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在国际法上和国内法上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同国宪法上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只不过是领导的当家做主人呢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还有共产党的执政党 作为执政党的领导 这是第二点 法国民文规定它存在 它的存在性 第三点 关键性 它的结构性 是决定它的结构的 它证据结构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 1971年2758号决议案 就是恢复中华 这个恢复按照根据联合国宪章 因为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解放区参加了联合国签字仪式 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恢复两个字就说明它原来就在 原来总比武的时候就在 第二个承认中华人民公共国政府 是代表继承的 就是联合国宪章的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句话原本没有这么说 因为就是就怕混淆了 混淆就是一个争名的问题 蒋介石的代表 他是中华民国代表团 中华民国代表团就是讲蒋介石的代表 但是不承认联合国 不承认他是讲中华民国的代表 但是因为蒋介石的代表 容易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中华民国的代表 所以这个矛盾来说就是非此即彼 不是你台湾中华民国的代表 那个不是真代表 是假代表 因为它只有一个省 它只有一个代表台湾地区 而中华人民国政府是代表 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地区 所以说代表性不同 代表人民代表的土地 代表的领土不同 代表了中华民国的领土的绝大部分 就是40比1这个部分 40比1的部分 所以你是要用40分之1 来代表40分之100%呢 还是用90分之90的人民 来代表1分之1的人民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量与智的一个变化不同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台湾政府 这个政府不是官方政府 台湾当局不是官方政府 它是非官方组织的 这个定位是非官方组织 是定位为蒋介石的代表 是民间的主 蒋介石代表民间 这个民间的代表 台湾民间的地区的民间的代表 是地方性组织 所以说呢 这个叫民间组织的代表 所以说定位 中华民国的定位 中华民国台湾的定位 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province 这个是台湾的定位 所以这个这个 蔡英文呢 把中华民国台湾 生成是中华民国台湾的 是个国家 错了 指路为马 本来是一个省 他要说成是一个国家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混淆概念 自我矛盾 自己自我膨胀 这个是用错概念了 所以他这个概念 是完全的错误的概念 这个蔡英文的法律 法律概念 由此看来 蔡英文的法律概念 第一个不清楚 第二个是非常混淆 第三个 这个 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 所以 瞒着这个 自己给自己呢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给自己乱授权 这个职权法 这个你的权力是哪里来的 按照你中华民国宪法 你这个总统呢 总统权力必须来自中华民国宪法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一般的强识 但是作为台湾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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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台湾台湾这个这个历届这个明显的政府以来 他们的 法律的来源 不是来自宪法 而是来自于 自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台独的政党 这叛国党 保护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政党 叫中国国民党 他没有自己没有这样的主动能力 和没有这样的理念 来保护中华民国的宪法 和保护中华民国这个这个 这个历史的延续 文化的延续 这个党魂的延续 作为中华民国 现在这个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 这是中国国民党的悲哀 和中国国民党的一个 这个党性的一种丧失 所以马英九也好 李登辉时代就开始在 挖这个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墙角 在已经把中国国民党的党魂 资产党产 慢慢慢慢的消耗殆尽 被污染了 就像那癌症细胞 被癌细胞所侵蚀了 被这种这个新冠病毒给侵蚀了 第六个联合国大会 没有权利开除和废除 他的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有两个组织 一个叫做联合国大会 一个叫做联合国安理会 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就像中国大陆的来说吧 中国大陆有两个决定成立最大的一个机关 一个是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为什么说 在他1949年时候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就成立了通过了工程纲领 这个工程纲领授权 中国共产党 作为联合党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代表中国 也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历史的延续 所以说它是一个权力机构 那么 还有一个第二个紧接的一个权力机构呢 就是 中国的权力机构叫做最高的权力机构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常务委员会 是一个常设的机构 权力机构 除了这两个机构以外 谁最大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大 中国共产党 它不是一个权力机构 中国共产党 它是一个监督 监督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的运作 监督这个 各个政党的法律的运作 它是几个监督这个执行作用 它还有通过这个决议这个作用 所以它作为执政党 它并没有这个 就是说你说的实权 其实它真正的实权就没有 它应该的实权 这个管理这个制定宪法 这个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宪法定义了国务院就是政府 这个法律行政法呢 决定了公务员 国务院的总理 还有国务院的各个部的部长 国务院的各级县市党 地区政府的领导机构的决定权 工作权 给他们授权的实权的范围 他们的权力哪里来的 所有中国的公务员的权力都是从宪法中来的 而台湾那个从李登辉和陈玉扁 马英九 蔡英文这个权力从哪里来的 从他们总统的私人授权来 这个宪法和原来的这个法律的制定呢 是第二 而是他们从人质来设置的 所以台湾总的来说这个民主是假民主 是一个 是一个反民主 真正是欺骗民主诈骗民主 所以说这个这是第六条 第七条 台湾的法律学者啊 还真是对这个法律的解释 中华民国这个解释啊 还真是存在着很多的模糊空间 存在着法律的无知和误区 理解的误区 一种是故意的误区 另外一种呢 我们理解 我们从一个最好的方向来说 台湾的法律学者 对中华民国的理解不到位